大胆预测应该是个酒桶 他演你一下 第三首选酒桶 对 应该欧加特加酒桶 欧加特加酒桶 欧加特加酒桶 后面搬人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我只是觉得 SE界最后一首 搬的那个人 应该是个赵姓啥 霞 霞 大胆猜错 这个奥拉夫 搬个奥拉夫 然后TOP搬个芒僧 奥拉夫 这的话TOP选择 应该是要搬芒僧 这不用装了 反正刚才已经搬过了 那下一首 我觉得SD可以搬赵姓的 因为无论说是NOC还是说 无论说NOC还是卡米尔 都比较怕 考虑一下 当然他如果放了两个班位 在打野身上 万一这酒桶直接去打野 那这个两个班位就有点亏 对的 那也很有可能 我奔得 奔得九桶其实玩得蛮好的 就是一想到这个ID和九桶连到一起的话 我想到一些精彩操作 这个就是空班了 他自己就是空了 那赵姓我也不班了 反正到时候我也有可能可以选 吸血鬼最后一手 SDG 那小鹏可以玩的还挺多的 NOC 虽然卡米尔和这个造型都在 但看套布怎么选 其实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强队在比赛的时候 就算面对的对手没那么厉害 他也会选择把NOC给搬掉 因为这个英雄不确定性确实比较大 挖掘机 挖掘机 SDG的话 打野位置依然选择了和上一盘一样的雷克赛 套布 套布这里也要一样嘛 黄子 黄子 那还可以再来一手 这一手要补输出 因为卡夏一个人输出压力会有点大 Night看一下怎么选 这很四保一目前看 其实Night不好选 因为杰斯是有可能中单的 他选法师杰斯走中单 他就很难受 是 那这一手补个 蛇女 蛇女 维克托 那应该是杰斯走中 然后维克托走上了 这种组合一般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乌鸦 维克托 这一把是 起码有个人可以带进场 电耗子 带电的 来了 凯南出场 凯南登场率挺低的 就出现过三次 那阵里还可以 已经两场了 整体阵容锁下 蛇女走中 然后欧加特走上 另一边的话 SDG应该就还要和之前一样 因为特朗他杰斯弯的比较好 中单杰斯上单的一个凯南 电耗子这条线来打欧加特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有一个点是 SDG这个阵容 他们如果想进去打的话 TOP的反手能力有点强 当然SDG这个反手能力也很强 他有个加料加一个凯南 两边这把感觉要开都不是特别好开 只能说把对面打到自己阵性里面来 九筒把人给炸回来 这种 但是阵容合理多都挺高的 阵容合理多都挺高的 蛮期待的 毕竟前面已经战成一比一平了 而且第二局我们看到SDG出奇的稳 不过还是之前那个问题 我发现SDG这个队伍他很相信 他教练非常相信自己队员的个人能力 所以他经常会选出这种无坦克阵容 就没有 在你没有坦克的情况下 万一对面发育好 你这五个人都扛无助了 但这个教练非常相信自己队员的一个个人实力 其实蓝四方也没什么坦克 就有一个特加特稍微肉一点 其他的都不算是特别 黄子是个唯坦克 但上一把 因为熊熊他不顺嘛 他出的是一个纯肉装 山鬼是班甲加一个狂徒 后面补的狂徒 但那种黄子就是真的进去盖完了之后 如果后面跟不了输出 自己就是在里面等死 而且这把看要盖谁 杰斯的话可以水走 然后打野 怎么说呢 NOC是可以蹲地的 然后另一边加料是有可能 他盖下去这边加料直接做大招 他也不好火出来 确实这把也没有那么好盖 如果要开的话就开加料比了 但我还是觉得 他这局如果选一个黄子的话 那比如说中野上野对盆镜上来说 还是红色方向强一点 而且SDG这把的选人 他是在这三把里面上中野的对抗性 唯一能和对面持平的一把 是的 比较强了 比较强了 尤其是跟T局相比 T局是真的差了一些 那我这边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局 决胜局 来到赵洪士峡谷当中 蓝色汤 蓝色方TOP 红色方SDG 好 很严肃 很严肃这个事件 好 刚才那个兄弟我听到了 他喊老干爹海的有点快 有点强跑 一般这个时候喊才比较好 是的 刚才这有点差点把SDG给抢过去了 关键是之前喊完老干爹之后 还会喊TSM 没关系 我俩在这 看一下基石符文 这边的话凯南是带了一个艾莉 凯南其实打上单 打这种手不是特别长的 我感觉他是可以选择戴星期预兆 艾莉也没毛病 增加自己的压制力 两边辅助都是选择带了一个 雷克斯亚强攻 这里吃着药上去A人 这一级继续换去 两边辅助都是余震 是不是第一局上楼的对线 我才反应过了 第一局上楼的对线 这个对线在中路 其实有一个好处是在于 蛇女因为她腿短 但是她没有腿 但是她在中路来说线比较短 她没有那么容易被杠 是的 这一局 Ki上效给到的一个阵容强度对比 其实贴的也满进的 53比47 不过这把两边阵容都很合理 只是 那个问题吧 就是凯南的进场 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她这个进场 有可能要被九筒给炸开的 而且因为比较脆 她如果第一时间想进场 吃了厄加特一个大招 左边随便一点技能 她就要被处决 这种时间也要看一下 这是个什么凯南 好 这是AP凯南 带着是灵光披风 绝对专注 风暴聚集 下面是带着一个 心界洞期和秒表 完美时机 两点姿势印和一个护甲 想起了之前 上单选的一个鳄鱼之后 就Country来了一手 AP凯南 其实我觉得凯南 但这直接选手 理解后不一样 我觉得凯南现在 带迅捷比较好 因为迅捷有加强 虽然说不加 已经不加 额外的攻击力法强 那个自适应 但是他可以加十几的 百分之十左右的一个移速 额外移速 额外移速 他却砍了 可以 测 fé 能搞一手梯皮吃吃 测满下路就直接溜了 放一层塔里 这三分钟放一层塔里 这下路也太稳了 黄紫 黄紫也在往下面去走 但是这个时间点 石头已经没了 这边带着带着一个 向运母充和虚弱 这并不是那种传统的奥数会心 然后再加上主Q的那种蛇女 这把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异技能蛇女 复古蛇女 又吃蓝 感觉退了这一把 又会过得很舒服 谁不想拥有一个这样的打野 在打中的时候 像Mittles那样的 我觉得还在S4的时候 经常他就是说 海长们你过来帮我拿下蓝buff 中单你过来帮打野拿下蓝buff 很可怕 上来P一下 喝酒了 炸一下 把兵线给逼过去 有雷克赛来上门去刷 这个刷也上面来说 自己的一个路线选择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这一波选择刚好是帮下路吃了一层塔皮的 蛇女这波回家是出到一个女神类 另一边的话推了回家是拿到了自己的锯石短臂 上路也没有产生什么压折 这一局打得很和谐 目前基本上连换血都没怎么看到 除了一级上来 拼了比较凶的一波之外 QA一下 A一个被动 A两个被动 这里熊熊 EQ挑起 没有挑截 没有没有 视觉误障 我也可以挑起来了 调起来的话 蛇女应该直接接腹地能打一套 接腹地 然后要走的时候再挂一个虚弱 直接打一整套 小鹏这也是很注意上半区的视野 因为他知道这把打上半区是可以打的 这个阵容上半区是有对碰能力的 而且皇子现在刷也不能刷得太暗声 因为小鹏来了 小鹏5级但是没有管到这边 他甚至都没有听到 这个位置闪现大招 闪现E技能走掉了 这样的话 感觉STG 卡6级打一套 马克之力有一点点危险 直接交出了闪现 闪现 躲掉这个W 对了 AD也给了一口治疗 这个是点燃打掉了两个召唤式技能 打掉闪现和一个治疗 刚才在上路感觉STG有点亏 因为TOP 369 他是带了一个启蜂米级 他可以换技能的 但另一边 STG是交了两个闪现 第一波没做到事情 我以为他要去反黄子的野 这波如果上路正常打6级押5级 然后他去反黄子的野 黄子在野区会贼难受 对 那个起码的时候 魔爪蛙是有机会可以反 而且还有一组三郎在 但是这个选择直接把自己闪现也给搞掉了 那黄子到6的时候 其实就很好杀凯南了 这边上弹有点燃 然后有大招 黄子大招盖住 这凯南出不去 昌宏现在得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 他如果位置不是特别好的话 是有可能待会儿要被黄子直接击杀的 开始把兵线卡回来 留到自己这边 卧亚特爆个萃血 在线上刷 上楼压了一波线 黄子现在往下走 自己是有一个红buff没刷 罗肯这一盘的待法跟第一局是一样 但其实这一局 他们下路正常是对线优势 因为有一个九桶在 九桶的对线能力要比架里要强 还是这么稳 给个针眼确定自己没有被发现 来偷龙了 这一把小鹏做了很多事 上半区的视野以及下半区这边的来拿龙 找机会 扑腹地 Q技能这个位置闪现躲了大招 罗加特这个大招是被杰斯闪现给躲掉 那这样一来 龙是被SDG给控下 两个大招没有能够留住 而且反手拿了个龙 自己交流一个闪现 这不其实挺赚的 而且凯南知道自己比较安全 这里有点危险 直接闪现走掉闪现叶 但是这里的话是被接上一个挖掘机大招收下 他催了呀 直接被雷克赛这边扑过去收到了 好一雪直接买一送一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来领取限量的黄金鸡块买一赠一优惠券 这下路九筒阵亡了之后 直接罗克就得在后面避着收线 这一次不是他冷漠 是因为九筒那个位置他没法救 对的 蛮期待看他打伤害的呀 这连续两盘其实他参与感都有点差 这个是倒勾到了 凯南法穿鞋加上两本书 AP凯南有了 中路推了是选择出了一个引魔刀非常稳 knight这里也是出了一个护臂 两边中单都很稳 没办法一个打AP一个打AD嘛 这边昌虹是为了好 因为没有闪现的时候好逃跑一些 是选择出了一个法穿鞋 前期的对线由于一血的爆发 再加上一定打野的补刀 反而又上SDG拿到了优势 我已经没有打开了 这是第一个赛 我现在应该继续远择动起来 因为他只要清楚皇子的位置 然后去看看另一条路 他是一个可以约塔的英雄 等下大招 大招一好就可以直接约 是的 再拿一个蓝BUFF 这样真的非常稳 他拿完之后都是从二塔那边绕过来的 不给机会哈 因为想赢 STG真的很想赢 但刚说完 他从那边绕了一下 又直接走这边了 感觉是想掩护一下打野 但是打野现在走的位置是下半区 他终于是被压线的 上路皇子还没有去 这边砍弹闪现马上就要好了 现在六局都久走 应该随时可以找找机会 尤其是这种压线的过程当中 这边在偷侠五前锋 STG没人发现 中路压线 就中路拿了蓝buff一直推 而且下半区压线 感觉头不是觉得这个挖局在下半区的 就在下 这是偷掉了呀 战野来看侠五前锋放哪一路 上路的塔的血量不是特别多了 皇子之波过来 是不是要直接放了 放 直接放了 放了 这的话没有让凯南回城 旁边挖掘机也过来 挖掘机这里应该是要掩护一下凯南的 想了个鬼故事 好 撞一下 没有 撞一下就撤了 撞一下就撤了 大招 这里被大招躲掉 下大招是躲掉了九筒 爆破九筒 又吃了一层塔皮 这下路对线还是不错的 盖拉连续两次都是直接在前期磨掉两层塔皮 而且SDG确实因为这个一血再加上刚才打野一直压制是有一定经济领先的 369 现在没有点燃 看一下这里 EQ这个位置没有挑到这个挖掘机 有闪的 有闪的 直接走了 但是因为是往墙里面走 所以他EQ闪会比较勉强 不一定能够挑下来 往墙里面这个挖的 主要是两个人都有闪 实在不行 EQ闪挑到了 如果没有接上腹地那后面也能走 中路也是掉了一层塔皮 在12分钟的时间 感觉SDG是能够吸取教训的 在第一把TOP拿到前期大优势的情况下 他在后两把的BP非常针对打野 这样压制了熊熊的节奏之后 反而是自己能够在前期拿到一定优势 主要是他们视野的布控其实也蛮好 导致这个皇子前期完全做不出来的事情 自己又是拿那种比较强势的打野 一旦说2v2或者3v3对碰起来完全不怕 369 在上路控一控线 这个兵线上砍掉很难受 下面的核切让SDG控下来 这条刷土龙了 土龙对于SDG更重要一些 TOP这个阵容 大龙以及推塔 都还是一个不错的阵容 他可以放复地去逼人 然后这边的话打龙 卡莎和蛇女都很快 SDG更需要这条土龙 来了 下来打一下 但是旁边皇子就在排眼 控制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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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守卫排完 这Q是Q的 双方互相 互相丢技能 中路推波线 感觉上洞龙了 这洞龙感觉要打一次 两边的上单都是有踢的 拔鞋两边都有机会赢现在 凯南是直接从线上走的 因为自己的塔皮比较低 厄加特在选择往下半区赶 他是直接想走过来 后面有个然后TP 这个龙 龙是让这边CG拿了下来 凯南TP的位置 不错 凯南TP的位置不错 凯南看下这个位置 大招能大到几个人 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 没有皇子 卡了一下 这拉一下 是由漫天飞鱼 躲掉了这个厄加特的恐惧 左海莎最后一丝血 这个拉 厄加特的位置好像不是特别好走吗 马克先往后赶一下 这打成一波二花二 一个Q留到了昌宏 昌宏看一下能不能走一发平A 还能最后一下楼 控制下这个人头 这个凯南其实下来的位置 真的还不错 但是太慢了下来 而且他被皇子大招卡了一下 他不能进圈的中央 对 他如果是跟厄加特同时下来的话 他能打一个不错的团控 但是等他下来的时候 已经打完了 不够 就我个人看来的话 我觉得SDG更赚一些 虽然他多损失一个人头 这波是一个三花二 但是他拿着一条桶 不过如果丢这个塔的话 那就又不赚了 那就又不赚了 嘎拉没法守自己一个人 一个桶子在前面守着 尼血塔是被TOP给拿了下来 我们看一下 这波第一时间打起来 他如果早一点踢在这个位置 早点下来 这三个人都能被他控住 然后这个一闪 奔实在太关键了 再将这个打招 我们看 这场舞非常非常难受 他被皇子大招给卡了一下 不然他可以打到更多人 傑斯在后面也是直接被拉过来处决了 没想到这个地方马克走了 长虹想掩护他一下 结果自己死了 因为被Q减速了 下面这里有点想越369 369直接脚底抹溜 想了一想 有点想吃这波线 又有点不敢 带着爆破开拆了 其实我感觉这个时候走是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中路消失 而后再往下走 凯南这一波选择回家的话 凯南这一波选择回家的话 没有他再往中路赶 那这个上路是直接选择放掉了 上路放掉了 给Loken单打做塔 而且这一波是没有炮车 所以他让这个塔多吃一点冰 嗯 细节 下这波回家之后 我看一下现在是一剑半 这波冰感觉SDG亏的有点多啊 这里再把冰给吃掉 现在第二剑的话 369是选择要做正义荣耀的 因为已经有水银鞋了 有一定魔抗的情况下 现在要补一下开团能力 凯南现在身上有一块秒表可以用 下一波他如果绕后位置好的话 其实还是挺好打 我一直觉得凯南在这种中期团战当中 如果位置找得好 作用是真的很大 他不像大后期 大后期有点难进场容易被秒 嗯 而且大后期大家注意力都很集中 有很多闪现 他不能大到太多人 对了 中期这个时间点是凯南最好发挥的时机了 对于TOP来说的话 这个时间点他们只要 只要站位好一点 就是别被开到 反手能力还是不错的 并有一个蛇女在 9桶前面的发挥 我们也是永巫共组 这里把上路线给轻过来 TOP要守上路这个塔 但是SDG掉了重兵过来 也不是重兵吧 三个人 因为TOP也是三个人过来 挺重了挺重了 哎 中路小找杰斯的一个机会 杰斯这里好像也是有警觉的 但是杰斯后秒个凯南啊 369这个地方得直接自己撤了 一旁边要打中奈特 嗯 顶一下两边辅助 两边辅助哦起来了 大招空了 大招空了 这个大招有点过度预判啊 这一个挑过去 熊熊这里盖一下 但是挖掘机又是开出了大招 秒掉了9桶 这下来大招坐下来 这下招最后一丝血 这边Loken进场收掉 这边是接了一定的伤害 收掉杰斯的人头 双方不先拉开 又是一个二换二 现在W命中 但是这里感觉369不是特别好走 一边二换三 又一边二又是二换三 是的 凯南和霞这个地方直接也是 把后续进场的 厄加特给欧掉了 第一时间这个9桶 没有把厄加特 没有把家聊炸回来有点难受 根据是 9桶在这种就是团战 如果说人后来聚集的比较多的时候 他那个团战后 团战后手放大招会比较好一点 他前面先手想炸回来一个秒一个 但是没炸回来 而且打出来余震的第一时间 打到这种比较 打到这种比较胶着的时候 是没人注意自己走位的 是我们看一下 两边辅助一开始 好 顶一下 激情肉搏 他有点过度预判了 对 出起来了之后 第一时间有余震的很肉 但是这里熊熊大招 又是让这边的小鹏躲掉了 等下来 翠拉中了一个369的大招 我感觉如果Loken这个W去找一下挖掘机的位置会更好些 挖掘机的血量是一个W直接可以收掉的 但挖掘机这波没死 哇 Loken现在有点肥 价值500块 他现在11级 再升一级才能进化Q 已经都打到最后一局了 也是提醒大家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可以在我们的游戏商城里面购买你喜欢的战队的图标 是的 目前两边的经济其实在上野这边差的会比较多一些 其他位置差的比较少 上单是先阵亡 这边是死了一次 开始是刚才那一波小龙团战死的 SDG现在是选择要拿这个上路塔换交龙 龙拿下 后这个阵容不是特别是睡龙 嘎拉卡了一个炮车 这一波因为有一个炮车在所以说只能卡一个 你 现在两边的AD都是两件套 下路这边369带的很深 他差一点点就能做出自己正义荣耀了 邓熊熊 不停排眼 蓝buff应该是要给奈德吃下 哦呦 差一点差一点 差一点 还是差一点就没了 主要是这一下这一程很清脆 有点唬人 下一条土龙 SDG还是想要 毕竟这阵容打龙不是特别快 而且还有一点 SDG得注意 这个阵容如果失误一波 他就很难再翻盘了 他如果失误一波 自己就很难再翻回来 因为杰斯 霞 霞首先能力还行 但杰斯和凯南都不太行 而且在这种劣势情况下 只要正面注意你人的位置 那就很难再开到好团了 而且杰斯确实是 如果说你被翻一波 后面就很难再翻身了 他们来说有一个保障点还在 就是上单上一波 因为后续进团时间有一点晚 所以说他在跟厄加特打的时候 旁边没什么威胁 他的秒表是没放的 下一波他是可以有一个双穿加秒表 对了 对AD威胁挺大 现在罗肯已经12C 可以进化Q了 视野比较集中到 不空在上半区附近 也是因为大龙时间了 在第二三把SDG 对于TOP的针对确实是做得很好 一直都没有让TOP在前期有一个经济领先 打到现在TOP都是有一点小落后的 虽然说一千块差的不多 但是要看ID 打的是TOP前期一般都是领先的局 再把这边的兵给清一下 中路排一下眼 下路兵线是压在了第二塔之间 厄加特直接走 下一件369应该是要做十两鬼石板甲 扛第一波凯南进场的伤害 输出打到后期 本来TOP就要更多一点 而且SDG这个阵容 确实坦克不够多 所以他得注意一下自己阵容的容错率 打头那时候小心站位 下路两个上单还在带 但是TOP已经在找机会了 TOP也不敢肆意开 他如果开得不好 这边有一个凯南进场 再包括一个加料大招 那很有可能正面就炸了 但是蛇女加上卡莎 这两个C位打龙速度非常快 这就前面说到他打龙速度很快 所以他不吃土龙这个资源 不过两边也没啥位移 就没有那种什么说瑞兹开车 或者说塔姆带人走的那种位移 还有一个皇子骑子加工作 感觉这应该是目前我们看下来 打龙速度最快的阵容 Q流到挂个点燃 这个位置直接交出了自己大招 漫天飞羽交掉 点燃还是有点吓人的 皮革大招还可以 因为如果他不交这个漫天飞羽 吃了这个厄杰特大招之后 很有可能只要接蛇女一个伤害 他就要被拉回来 现在如果我是就是SDG这边的话 我可能会想要往后拖一拖 等着自己AD的三件套做出来了之后 再去接那一波 可能是自己最强势的团战点 AD无尽会更好一点 对AD无尽 然后上路也是两件套加秒表 皇子骑已经山鬼是班甲 蛇女两件套的时候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现在保命能力极强 沙漏加上大天使 而且山上还有虚弱 有闪现 凯野去视野 SDG不能放这个视野太久 因为TOP打龙太快了 下路凯南再继续带 这部带线好像对二塔没啥威胁 因为凯南带完之后就直接 往这边的中部走了 要打了吗 这一套直接把长虹半血打掉了 369开了一个阵容 要开了一个急跑 这个位置把Mark打到一个半血 但是倒狗也是拉到了369 凯南还是选择先回家吗 回了 这一波打残的话 TOP是可以选择把这个 把这个土龙拿下 SDG得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土龙拿下之后 TOP的打龙速度 会又上一个档次 SD在中路稍微牵扯一下 这一炮还可以 打得很疼 打到三个 这是在拼大龙 在拼大龙 但是打大龙还是 有点牵强感觉 因为这是在眼上打的 就完全是逼人过来 有点耽误时间了 这个地方有土龙的球 这下打大龙的速度也很快 EQ过来看一下龙 这边的话龙是被SDG稍微拿下 这边盖上来之后自己也没了 看下凯南进场的位置 还可以 进场位置还不错 这里的话 看到这里 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办法 Night这个地方 没有被倒勾到 没有被倒勾拉到 但是自己的血量非常低 杰斯有没有一炮 杰斯这里 没有闪现 但是可以预判一下位置 这一炮 没有视野 一炮 没中 Night是贴枪走的 是 刚刚倒勾的话 是没有拉到Night差一点点位置 但是这一波 就头太铁了 TOP过去的时机不太及时 对了 他就是看到 看到拼星号第一时间 往大龙去撤的时候 直接过去逼 S1本来打龙不快 但是有一条土龙的加持 而且确实是让他们打太久了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第一时间 被Mark嘲讽到了之后 大龙打掉 然后回身开始打 徐兄只能卖自己 第一时间 山鬼是板甲 然后这长虹进场 Night被长虹直接给 逼到了走位 然后残血 民主人人之后 没有拉到 这被杰斯给减速 拿到大龙了之后 SDG接下来的两分斗中的时间 往前逼团 TOP是不太好接的 因为整体阵容手有点偏短 而且在这种大龙攻防战里面 杰斯的Poke是很带劲的 现在开上校是比较看好SDG的一个形势 但TOP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对 接下来的两分钟时间 他们如果守下来的话 还有机会 SDG要注意自己这个阵容 是不能越高地塔的 首先他比较脆 然后在棋子一个Night的腹地 和一个反手大招 他是吃不住的 嗯 没有一个人能吃这些大招 一炮 下路这个二坛 二坛可以放了吧 我感觉他们就可以放所有外塔 SDG现在可以多拿一些外塔资源 然后把经济给累积一下 凯南已经有帽子了 昌宏现在是有机会取胜的 有机会通过这个帽子 来进行一波好的团战 帮助SDG取胜 对了 这个昌宏怎么又有块表 一直没有 刚才那个在龙窟那边开的秒表是Night 对 他是直接 因为他进去的时候 就单人逼舍女的位置 嗯 也没有冲到什么太大的危险 不过刚才这波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团战 因为第一时间熊熊是被秒的 嗯 是的 真的团战两边都是有机会 谁被迫接的 他刚刚是被迫接的 团战都有机会 嘎拉再来带一下上路的线 下路三路线再带一下 下路三路线再带一下 现在这个装备打起来 前排都有点吃不住 而且没有杀前排 黄子还要再补第二件装备啊 要补C一个绿甲 或其实是 其实是不错 虽然现在上野身上都有这个实验尾石卖架 但是这个东西 你只能扛住那一小会儿 嗯 大龙buff的冰 TOP轻不动啊 必须要蛇女来再轻得动 SDG非常稳 这边是 破完了上路的二塔之后直接溜 那和我开始说的一样 就直接把所有外塔球拔掉 累积一下经济 嗯 把装备更新再来打下一波 下一波 我土龙团 TOP不好打 大龙的尾声 现在可以回去补装备 嗯 加强回城吧 哦 霞直接出来了之后 这一场 他想要最大化自己的伤害 直接选择做第二件攻速装 嗯 这把他能A到人挺多的 嗯 下一件是可以直接来个飓风 插一个眼 看到了一个眼 霞光自己提前过来 这里做一下视野 加辽要帮他做骑士了 嗯 帮忙挡一挡伤害 看起来熊熊这个也是要做骑士之士 但是有点慢 因为中期很长一段时间要去做视野 包括街团 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没时间刷野 一个锁子甲 一个护甲 雷克赛选择回家 这边有春歌了吗 还是直接补个秒表 有了 有了春歌 杰斯也回家 那是人均春歌呀 嗯 插一个眼 这边看一下龙亨这里面有没有视野 SGG在那一波大龙打完之后 就一直对这套土龙很有想法 土龙这 Top其实可以放一放 因为他们如果接起来 一旦输了的话 接下来能直接让SGG 再把那个大龙也给拿了 Top如果想赢 他最好的就是先抓单 打一个春歌甲出来 下一波才好打 SGG现在只要不把春歌甲卖掉的话 他在待会团战里面是非常好打的 我站住位置了 3 2 1 龙刷了 而且还有一分钟 一分钟大龙 这个地方一旦接输的话 那就是两条龙 选择不打 选择不打 但他这条放 他放这条龙 倒是打大龙团 因为对面春歌甲比较多 他自己也不好打 反手直接尾塔 那这边SGG如果想先手打的话 其实他们先手能力不是很强 凯南在后面位置已经被发现了 这也EQ条 直接要杀凯南 凯南被定住 这有个秒表 这的话还在最后一丝血 没有大刀 这的话还在最后一下 超红是走掉了 这还走了 而且继续还在追 九总开始大招是丢空了 但是雷克赛收到了 哇 漫天飞鱼 直接收到了想要逃跑的奔 369这个地方怎么办 369这一波 回撞好像也没有办法解决 这是不管了 直接想去破钟 带着一波兵线 红色方一个人都没有阵亡 而且这个超红前面一丝血 直接借闪线走掉了 先手开没有开死他 有一块秒表 最快复活的是一个十几秒的皇子 那这一波是有可能 直接一波结束比赛的 369看下如何防守 现在有点难防 对面还是有一个春疙瘩 直接把他拱走 不给你机会 369这个地方上来扛 没有什么办法 两座门牙已经没了 最后开出一个金身 但是没有办法 SDG这边 不给机会 不给机会 非常想赢 直接水晶 这边也是恭喜SDG 那我们恭喜SDG 获得本场比赛胜利 同时终结了Top的五连胜 是的 在硬拼硬的过程当中 果然还是 让一圈 SDG这边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Top确实如我们所说 他的前期会打得非常好 但是当他前期没有打好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他对于比赛的掌控能力 就会下滑一大个档次 对的 而且SDG打得比较聪明的是 完全不给机会 对是真的 从第二场更为明显一些 就是他们拿到优势了之后 一点一点 很觉醒 打完就走 对打完就走 就是那个我们看到 高地拆完 水晶是吧 不拆 水晶不拆直接走 一点机会不给 那这边是恭喜SDG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个 是厉害 厉害 而且确实在后两局上面 打野位置 有优势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熊熊被小朋友那边 压制到了 而且确实是 因为这边SDG 他一直想花班 为一直花班 为来针对全程的一个打野 早知他每次拿黄子的出来的时候 都做不到一个太好的作用 因为 就整个Top这边 他如果想要拿优势 一般都是前期 打出优势 那前期肯定和打野和中单有关 但这几把下来的话 他拿着这种偏发育点的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用 如果说第二场 这个左移放出来是一个不确定因素 那第三场的话 SDG是真的打实 还是靠着自己的阵容 以及前期的一个运营打野 包括最后一手 凯南 也是相当的到位 在团战里面 包括几波绕后 都发挥了绝佳的作用 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时间 比较短相较于前两局来说 31分40秒结束了 前场比赛输出最高的是这边的杰斯 推拉杰斯也是玩得非常不错 霞也打了比较高的输出 但是这个黄子是真的 搬到后面自己 因为不拿打野的情况之下 搬到后面 没什么东西可以拿了 只能拿这个黄子 然后黄子我们连续看到两局 其实效果都有点差 而且SDG他最开始进入1票的时候 他就是直接帮个打架 他是没有什么运营的 现在看起来今天的比赛 他通过了两把运营 我感觉他的整体的打法 是在春季赛慢慢进步 有了更多样化 他是在不能打的时候完全不打 一点机会都不给你 TOP其实在后面两场 前期都想打架的情况之下 不给你打 确实TOP每次想打 包括那一波 我觉得这场输 主要还是因为在土龙 选择跟对面大龙换 他这个时候人过去的时候 因为没人带 就没有什么塔姆开车 也没有什么瑞斯开车 龙就直接放了 放给对面 然后他还要想打 这个时候就不是特别好 对你看这一局决策这么好 像不像你要读的这一条口部 那这边的话提醒大家 酷炫神装第七件 战马能量不掉 现在欢迎大家来到京东上城搜索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getLPL同款能量神经用 满满的能量carry全场 居然让我念 不是你念吗 就没有这个是平均分配 平均分配 平均分配 就主要是今天这个比赛 打的人热血沸腾 是吧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最后一局的BP 其实如果有两局的BP 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次在第二轮班位的时候 只要你没拿打野 我把欧拉夫摁掉 你没有前期节奏 而且你自己要搬盲僧 他知道熊熊不安盲僧 他自己拿到这样一个 就是说零赛这样的打野 会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你看SDG在红色方 他还是少搬一个的情况之下 把打野位置针对的这么死 就赵姓他也没搬 卡米尔他也没搬 这两个他都 就熊熊这一场都没用 可能还是觉得黄子更好配合团队吧 其实怎么说呢 他们这个阵容 你要说打起来的话 输出也是有的 毕竟前期卡莎是很肥的一个点 前期我记得他203的时候 已经有500块的上级 身上补刀也多 然后在下路也吃到了很多的经济 但是你前期如果说打不起来架的话 这个阵容反打可以 但是对手每一次绕后 直接把你的C位逼走 这就没有塔姆了怎么办 而且确实因为我们想想 那有一波节奏其实非常好找 但熊熊那个时候 因为太想帮助下半区 没有找到那波上路交完闪现 然后黄子他可以直接盖大招 让厄加特接大招 那个时候还有点燃 那时候有一波机会可以杀凯南 但是那波没有杀到 后面凯南就处于一个无敌的状态 对了凯南前面 其实有一波已经出问题了 就是他和雷克赛两个人闪现 想要去搞这个厄加特 但是没搞到后面很长一段空挡期 他在闪现CD的过程当中 没有受到任何的针对 而且确实这样来说的话 挖掘机还是有点东西的 虽然他出的纯出出装 有点给机会 但是他每次几乎都是 找到一个最好的机会 他用大招来躲荒子大招 我现在有点期待 9.4版本的小鹏 对 9.4版本感觉在SDG 9.4版本感觉在SDG 是一个巨大加强 是的 看一下我们的选手势力值 和上一局好像差不了太多 因为没怎么动 然后这边的话 小鹏是来到一个57.2 就整体没有动太多 麦克好高 69.5 69.5的一个支持率 也确实 这一场能赢的话 跟他加里奥在龙坑处 龙坑处那边操作有很大关系 看一下粉丝贡献榜 这边的话 还是Night支持 Night以及369 还有Loken支持率比较高一点 对的 但是这场SD确实打的也是非常不错 也是希望有更多人来支持他们 RTOP这边可能需要调整一下 自己在前期没有那段优势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做 也说句实话 就是作为一个经常看比赛的人 经常看比赛的人 我觉得看SDG的比赛我挺享受的 因为他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无论怎么样 反正要输 如果要输我也是跟你忙到死 对打很多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 船长没有拿到MP 没关系 我们第三盘又凯南拿到MP 412的一个数据 虽然到结束的时候 对于经济差领先的不多 但是确实这场凯南的作用是很大的 而且最后那一波压起身的时候 变得桶子是空了 他把我